老闆俐落的把新鮮的猪肝丢下油锅 抓到金黄酥脆才起锅 并和调料拌匀 一盘酸甜有嚼劲而没有腥味的糖醋猪肝 便在三分钟后端上桌 另外还有摆满蛋酥的稀卤肉 严肃田鸡和店内人气肉燥饭 满满一桌令人口水直流 而这些过往在流水席上 才能品尝到的古兆好滋味 要隐藏在八的锅中对面这间小吃店内 我的菜特别就是说 糖醋猪肝 细乳肉 减薯水鸡 火跳墙 有人说我来吃看看你们有什么特别的菜 结果吃下去他抱他爸爸都来捧场 生理做起来 原来小吃店老板厨生自花莲厨师世家 国小毕业后就去当学徒 17岁成为综后塞 办过多床百人流水席 直到后来饭桌文化没落才改开小吃店 然而他也把这段期间磨练出的一身好手艺 以及父亲交给自己的料理短上桌 继续传承好味道 我三代都做料理 阿公 爸爸 我 这样 我儿子现在在花园在开日本料理 所以已经第四代了 对对对 就是您现在还是继续做这些料理 也是把爸爸 拿手菜拿来结员 结果很多人都没有吃过那个糖醋猪肝 吃下去说 哎呀 我台北哪里吃都没有吃这样的猪肝 也不会很硬 口口都可以喝下去 人家的口味就对了 老板的古早味料理也吸引一批死忠顾客 不仅有客人从来吧的工作后 就一路吃他的料理直到退休 也有新搬来的客人 在邻居的推荐之下 以示成主顾 有时聚餐向老板订一桌菜 还会出现菜单上所没有的隐藏版料理 让他们感到非常惊喜 常常就是不管这种大小的节日 然后或是有什么值得庆祝的事情 我们其实就会来跟阿伯说 那我们来订一桌菜 然后呢就来庆祝一下这样 然后阿伯的话也就是非常的好客 然后每次的话都会出一些就是 就是让令人意想不到的料理 就是可能是无菜单料理这样子 然后呢就会让我们就是非常惊喜 然后就觉得说 每次来就很像来吃板得这样子 要带回去吃啊 或是说一个人的份量的话 我其实蛮推荐像是 滷肉饭或是炒米粉的 像我的邻居还有我爸妈 他们在说那个滷肉饭的时候的味道 他们就说这一间 就是阿伯做的这个滷肉饭 它是比较古早味的那一种 为了感谢顾客的支持 老板开店21年来也只掌过两次价 菜单上主餐仍维持着同板价 在这掌声四起的时代给人小确幸 下次经过过境时 不妨到小吃店常常古早味半周菜 享用中泡筛的好手艺 记者刘雨婷 台湾报导 哇 哇 嗯 嗯 哇